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要來實況我們的這個東西 對 閃略 OK 我們今天要來去 我想說今天要來去打個中階龍 我們來試試看能不能打 等一下我的冰雪龍爆炸 冰雪龍長大了 他的頭已經穿出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 哈囉哈囉 冰雪龍 你的頭 等一下 他這樣看的到外面嗎 沒有沒有這就是他的臉啊 哈囉 嗯啊 好可愛喔 他居然在這裡 超可愛的 好 那麼今天我們來幹嘛呢 我今天我要來讚美各位那個粉絲 給我的那些模組包的意見啊 之類的 然後 我今天呢 在開拍之前 我就自己去實測一下 你們推薦的一些模組 像是什麼CY開頭那個東西 我忘記他怎麼念的 就是這個啦 這個模組呢 就是新裝的模組 那給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你們 我會覺得你們超棒的 因為這模組啊 一打開我就嚇到了 因為他裡面的模組包的內容了 幾乎可以直接屌打我心在所有裝的模組 我就覺得哇 你們怎麼那麼會找啊 就是這裡面呢 有一個模組 我們不是之前有一個困擾 這個叫什麼 地獄之星種子 是沒有辦法自動化的 但是 有了這個模組之後 他可以讓他自動化 那今天我們就來嘗試做一個簡單的道具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他 我會說他很厲害 重點是奶奶機器做起來的成本呢 非常的便宜 他叫做 呃 補中 對 所以 有了他 就可以 自動化了 幫我們把這個 地獄之星種子做自動化了 我們再也不用擔心 而且他還可以控制你想要 中的大小跟範圍 他就是各種方面都很方便 但是他並沒有 一個主軸說 欸我就是 我就是特定玩什麼 沒有 你就是想玩什麼 就有什麼 超級神奇的 有一些很奇怪 但是我 像我隨便介紹一個 叫什麼 靈魂之石 攜帶時可以挽救你的一次死亡 一次性用品 還有什麼 彈跳之杖 向前彈跳 還有什麼 呃 脫離魔杖 將自己或目標傳送到最上方的露天地帶 即上方整個歪軸只有空氣的方塊上 就好怪 然後 旋轉 能夠旋轉的方塊 就很怪 他的什麼魔杖啊 還有什麼 呃 道具啊 都是很奇怪 還有一個東西我覺得很酷 就是 有一個法杖 他是可以免費幫你找到神怪磚的 就是你點一下他會告訴你 欸你這個整個範圍裡面有沒有神怪磚 有沒有 有點奇怪 他就會 欸這是什麼 工作台蛋糕升級 吃掉後可以在物品欄中 使用三乘三的工作合成台 什麼東西啦 這東西也太奇怪了吧 所以 我吃掉後 我就可以有三乘三的合成格 在我自己身上 這好怪喔 而且 好猛喔 物品欄 擴充升級 吃掉後可以在物品欄中 打開一個類似中介箱的擴展鼠 什麼啊 欸這東西整個 他整個系列的東西 就讓你覺得超奇葩 而且我覺得好像超好玩的 還有一個叫什麼 區域建 區域構造複製機 使用提供的材料 能夠將一整個區域構造複製到另外一個區域 就等於說我可以Copy我的房子 Copy到任何的地方去 讓它到處都是 這好神奇喔 只不過我沒有辦法Call那麼大 我是不曉得 好 那我們今天來 喔對對 要來解決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應該說我們要來解決 那個什麼 那個地獄之星的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做一個東西 是為了要調整我們的這個農場的溫度 因為我們的農場溫度現在太低 你看都會結冰 所以在靈業裡面就有一個道具 它可以幫助我們稍微提高一下我們的溫度 好那這個道具其實就很簡單 它就叫做 棲息地塑造器 這個東西只要這些就可以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都有做過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合出來 這個東西很簡單 它就是放在地上 然後你要多大範圍自己設定 然後把溫度拉高一點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整個氣候的溫度 都上升 這樣它至少可以減少結冰的機會啦 走 我們把這個東西放到外面去吧 這個機器就還蠻方便 它可以控制你的地形溫度 就這麼簡單而已 它就是純粹空溫度而已 好 我就先打算放在正中間好了 放這 然後它打開的時候 介面會這樣 它會告訴你說 你想要調到多少多少 對 然後我們就只要給它水跟電就可以了 OK 我們把水給灌進去 然後 我自己也親自灌進去 這樣它這邊的話就會有水 但是因為 我還沒有連接我們的電腦 所以呢 我們就先把這邊給按下右鍵 OK 然後 這一邊呢 我們就把它調成適當的室溫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有電 然後再加上 ㄟㄟㄟㄟㄟ 電沒差 Sorry 來 給你 用我們家最強的電 有了嗎 有電了 然後有一點點水 OK 這邊有範圍 我們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對 就拉到16個 然後你看一下目前的範圍 當前是只有3度 但是我的目標要到80度 所以我們就只能夠讓它 盡量的往上拉這樣子 我已經把溫度拉到這裡了啦 大概80左右 然後 濕度的話 維持在這裡剛剛好 我們只是溫度太低太低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 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不用管它 它會慢慢的幫我們 提高環境的溫度 然後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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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我們的產能 嘿嘿嘿 睡覺睡覺 那麼我們就 應該是可以 觀察到外面的溫度有上升了啦 如果OK的話 我們的水就再也不用結冰了 對吧 有沒有有沒有 哎呦呦 當前的溫度有 有到5度了 它在上升了 它在上升了 好 再來我們就放著 不用管它了 反正它就是負責加溫而已 好 再來就是我們來製作 我們最簡易的機器吧 這一台機器的播種機 做起來非常的便宜 廉價 完全 我們不只廉價 它是超強 然後很便宜 好 自動農場機器 喔不 機器 在哪裡勒 收割機收割機 我們要做出一個收割機 必須要發射器 綠寶石 低於石英跟鑽石 超級簡單 你知道我回家做 喔找到了 在這邊 趕快丟進去 讓它做自動合成 來做個 一台 發射器 發射器也要做 我要做一台發射器做樣本 缺失一把完整 完整的弓 那我做一把簡單的弓箭 弓箭弓箭 線跟棒棒即可的 好 我自己做我自己做 啊我要去哪裡做啦 啊 這邊都沒有合成台 喔 什麼都沒有 早知道我就想 先做那個什麼 9成 3成3的自動合成 合成台的那個蛋糕了 好了 我們就把我們弓箭丟進去 讓它自己合成吧 收割機 這個只要一台就好了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東西有多麼的厲害 這東西大家可能會覺得 喔天啊小白 你前面做的那些根本就垃圾 你這根本就 根本就沒有很需要啊 好 那麼我們就先來試中一小塊 在這邊 那這個方塊要怎麼用呢 你 你朝著的方向是他輸出的方向 所以呢我們就 先試著從這個角度試一次看看 他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個洞洞呢 也就是他的目標 那我們就可以點他右鍵 之後 我們這邊有個顯示範圍 他會告訴你說 欸 你現在的這個範圍內呢 會有採收的範圍 他會告訴你就說 欸 我們現在要來種這個東西喔 然後呢 你的範圍大概是這樣喔 如果說 你的範圍 不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按我 然後調整一下 這樣子 還蠻很好用 而且這東西做起來 大家也看到材料 非常便宜 好 既然我們都已經有範圍 因為太大了 我們 我們其實就1成1就好了 哎呦 我們的 我們的種子 只有1個而已 我們要那麼大幹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方塊 放在這個農場 像這樣 OK 然後放在他的正下方 哎呦 OK好 Lag 雖然放的時候會Lag 那這個 因為這個範圍已經被確定了 所以我們就把 範圍關掉 我們就不用再顯示了 然後 輕輕的 放上去 然後加一點 愛的火光 好了 有溫度 然後 有自動收割 還有我們的水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 生長加速方塊 也搬到樓下去 有人說疊7格 還8格 但是我不管他 反正疊越多越好啦 就疊越多就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究竟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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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 哦 哎呦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做出那個 可以控制天氣的東西 我絕對讓他這裡永遠都晚上 再也 看不到 太陽 哦對對對 我忘記跟大家說 他要電 他要電 他一點點電 我去拿一下 再來應該就直接開花了吧 下一個階段應該是直接開花了 加油 你快成功了 有了 他長好了 然後 有耶 他採收了 他採收之後 會放在自己的方塊裡面 所以 他可以運作 而且你看叢林開始了 好棒哦 終於 找到一個模組可以讓我們的地獄之星種子自動化了 有有有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超好用的啦 感謝觀眾介紹這個模組給我 我一點開我才發現 哦 新世界 發數了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再把他採收起來 天啊 不能採收東西 我們去做下個事情吧 對不起 再來就是 我們要來去打我們的 終界龍 然後我想把我的龍先放在家裡面 因為他 其實還蠻叮叮的 因為我想要帶冰雪龍出去玩 我們今天帶冰雪龍出去玩 然後順便 看一下有沒有龍可以挑戰 不是龍啊 就是讓他打那個什麼 欸他龍服 裝不同的龍 會有不同的那個圖案耶 還蠻酷的 那我們就出花吧 我記得我看一下我們上一次要收集那個龍的 龍蛋種子 是不是也蠻複雜的啊 好像是需要用到一顆龍蛋的樣子 嗯 謝謝 我剛剛看到我的龍 把他給咬死了 龍蛋種子 有 Dragon Egg Seed 嗯 需要用到龍的碎片 龍嶺喔 還是什麼 反正這個東西來自中介龍就對了 可是他會掉幾個給我 不確定 反正我們就是打就對了 好 既然已經有了 我們就趕快出花吧 首先 我們要找到地獄的 不是地獄 我們要找到那個 呃 他的他的家 所以需要用到 我記得是獵鷹加中介珍珠對不對 我如果沒有集抽 他就出花 欸 其實我有很多中介之眼 那我們就直接用中介之眼就好了 超多 出發 那我們就騎龍出去吧 我們來看一下 好美的翅膀喔 等下你沒馬鞍啊 不能騎 就那麼得 我幫你準備一下馬鞍 我記得我準備很多個 OK 來 OK 那我們就先丟一顆 在哪裡啊 喔 往後往後往後 來來來 Ouch 對不起 呃 OK 我吸到了嗎 OK 我吸到了 往這邊往這邊 你這隻龍是怎樣 高速飛行 咻 這個飛的速度 比我的裝備速度還要快 真的 可是 飛太久的話 就像我說的 你的電腦不好的話 就會開始毒血Lag 對 呃 噢 我找到我家的牛了耶 欸 我家的牛還活著嗎 你們可能就已經變成 那個幾百年的那個什麼 超猛 超猛動物了吧 哈囉 哈囉 有啊 他們看起來好像 他們還在裡面 OK 好可憐喔 對不起啊 那個 他們還在裡面沒錯 但是對 嗯 不重要了 對 喔 喔 OK 他已經偵測到了 表示就要正下方 這麼近喔 這麼近喔 就在這裡是不是 好啊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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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往下挖 喔 到來 好快喔 而且就在我們家附近耶 我還以為可以飛久一點耶 可惡 不能混水墨魚 討厭 胡說館裡面有時候也會藏一點東西 我想換一下 喔 好多喔 可惜是中 喔 這是 欸 這是那個耶 欸 這不就是 那個模組嗎 欸 喔 對齁 因為我裝了新的 因為我裝新模組的關係 所以這些道具都會出現在這裡 喔 可是我完全不會用耶 吸血鬼之書 將你帶到目的地 可以重複使用的中介珍珠 太神奇了吧 我試試看 我要玩這個 天啊 怎麼丟那麼多玩具給我 欸 喔 他把我丟出去 可是好痛痛 他會重複使用 而且有耐久 好猛喔 還有什麼道具 天啊 我在玩東西耶 拯救不慎掉入虛空的殘案 在物品欄底 我建議當前裝置已開啟 然後我可以放進我的裝飾欄 是不是 我有裝飾欄嗎 我沒有裝飾欄啊 所以 好啦 就放在身上好了 這好怪喔 然後勒 雨翼 魔法降落散 在距離 地格6的時候獲得緩降 還有什麼 喔吃掉後可以在物品欄 打開 這個中介處 好 試試看 用R可以打開 喔 這是中介箱耶 這是我的中介箱耶 所以 好吧 而且那個音效也太可愛了吧 中 爆 中介爆炸 高壓 呃 也相當於一個中介爆炸的威力 然後還有什麼 魔鬥 收穫 隨機掉落垃圾和保障 所以我要怎樣 這什麼意思啊 喔 這是拿來種的啦 OKOK 然後還有什麼 可惜是中介袋子 喔 奇怪的東西一大堆 然後沒了嗎 中介 中介之書是什麼意思 這可以幹嘛啊 喔 喔 所以它也是一本書 然後 我可以直接傳送 喔 我究竟今天 到底來幹嘛 我是來郊遊的好不好 我根本就是來郊遊的啊 欸 好多新東西喔 可是 太快了啦 等一下啦 我想說慢慢的 太多了 你等一下 這什麼啦 欸各位 我先跟大家講 這些都不是我 設定好 或誰好的 它完全就是 隨機出現的 中介寶珠 跟中介位移寶珠 有什麼差別 可以重複使用的 中介珍珠 我丟丟看喔 太多了吧 好好玩喔 喔 喔 啊不是一樣嗎 啊不就一樣嗎 啊跟剛剛那個是有什麼差別 剛剛是直接丟人嗎 這次還要再丟一個東西 這樣才行 喔這個 收 偵測附近的刷怪塔 嗯哼 還有什麼 物品擴覽 喔這是剛剛那個嘛 那這個咧 所以我重複吃會怎樣 這樣你傳送到世界的出生點 謝謝 然後 綠寶石劍 好 活塞模式推 這什麼啊 蛤 蛤 蛤 我看不懂 但是它把 喔 它把方 它可以推方塊啦 你看 我把方塊推出去 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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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用好用好用 那那那那 我再吃一個 再吃一個就消掉 我的終界蛋糕 不要 還有沒有啊 我把它吞掉了啦 喔 小白喔 在幹嘛耶 城市不足 可愛有餘 欸 我真的在緩降耶 尾 我會獲 我獲得緩降啊 而且 不是 你這個緩降時間也太久了吧 欸不是我再說 它真的緩降時間太久了 我有點沒耐心啊 那那可以解除嗎 好像不能解除 好啦 功能也很好玩 很好很有趣 可是 有點太 搞剛了一點 所以我說我的那個呢 嘿 OK 好好好 我們去找門 我們去找門 不要再玩了 我已經玩了一整天了 拜託 這邊也有 攀登手套 啊 它什麼 它 能 在物品的頂右鍵 它必須放在你快點或負責才能撐下 能攀登任何的垂直平面 聽起來好像噁心啊 所以我要怎麼爬 欸真的耶 欸真的耶 我只要貼牆壁我就會上升 你們看 很像在爬梯子 可是我就是每個面都能爬 噁心 好用 OK 謝謝 這邊還有一個箱子 哦 浴空 給 給你浴空行走的潛行石可以下降 在物品 怎麼那麼多奇怪的道具啦 欸 Supply Supply Ouch Ouch OK 好好好 我看到我看到我在裡面 我要直接進去 這裡 啊 等一下我卡住了 我怎麼下降 哦 哦 哦 OK 好 等一下 你們等一下 我現在 我現在有點像是什麼狀態 你們知道嗎 哆啦A夢道具然後一大堆 然後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開始 然後在那邊就是 哆啦A夢道具太多 哆啦A夢 然後 然後那個道具 全身上下都撞一堆有的沒的 然後還不會玩 然後導致整個 整個那個什麼 節奏超怪超亂的 這樣的感覺 這些好像都還蠻平常 看到的 反正就是中間也多了一些框就對了 啊這個綠綠的是什麼 這個好麻煩哦 怎麼關掉啊 在物品欄右鍵單機關閉 啊 等一下啦 你不要撞我 我很忙耶 在物品欄右鍵 哦 哦 原來是這樣子用哦 OKOK 好 好我會 我把它關了我把它關 然後要麻煩死了 剛剛龍又跑來撞我 然後 我完全沒差 一般玩家如果有這個 攀岩鎖到 可不可以爬這個 可以耶 欸這好輕鬆哦 噢 好輕鬆哦 OMG 啊我可以推 我可以推那個嗎 這什麼東西 這根棒撞的真的好怪哦 它就是 一個 凸 一個一個 很像戳人的棒子 然後就 這樣子的感覺 可以推嗎 啊不能啦 OK 敲掉 欸這好輕鬆哦 不行我一定要 因為它假裝很努力 然後 呃就是 讓大家看到我流汗的那感覺 呃呃 好累啊 呃呃 呃呃 然後 呃 哦不是 這個法杖沒用 Sorry用錯 我可以用中介珍珠打他嗎 沒有反應哦 Sorry 敲掉敲到了 大丈夫 大丈夫 各位 我很努力 大家看到我的汗水了嗎 汗水 哈囉 沒有東西啊 沒有東西啊 沒有東西哦 我完全不怕痛耶 就是爆炸一下而已 那 我記得我有 我有那個什麼 我有那個斜鬼樹對不對 我可以用斜鬼樹嗎 欸 可以耶 我可以用斜鬼樹耶 所以 有啦 那個 我可以噴多遠 欸很遠耶 啊 那可以穿牆嗎 不行 不能穿牆 我有看到它打到那個動畫 這麼遠可以嗎 哦 可以耶 欸 這個 我終於知道 那個吸血鬼之術都用在哪裡 用在這裡 呵呵 好用好用好用 那 那我要把這個推走 欸 可以可以 我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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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哦 等一下啦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要急你不要急 我幫你弄壞它 呃 弓箭 然後輕輕的 OK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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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oo easy 好不好 我可以直接把 我可以直接用活塞把它推掉 欸 對喔 黑曜石不能推對不對 不行 火太 火塞比較那個 火塞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我們只要這樣推 這工具也太好用了吧 我的天啊 欸 終界龍 我要打你囉 準備好哦 好 呃 我身上 哦 等一下 不要撞我 我在玩 你不要鬧我 哦 真的是 欸 把這個墊放這邊 然後大家說不要開爆炸 是不是 但是我很想開 我可以開爆炸 爆爆爆炸 爆爆炸 嗯哼 自動發射開 然後爆炸威力 有了 這樣我試試看 會不會爆炸 哦 有了有了 會爆炸 然後爆炸一次電量號超兇 所以要小心使用 嘿 嘿 哎呦 中界龍會痛啊 會痛啊 會痛啊 我其實還 我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把最強弓箭做出來 所以就是一般的弓箭在那邊慢慢丟慢慢丟 這個裝備是我農了差不多四十幾級才做出來的一套最最最最基礎的飛行裝 我後面還有更強的我還沒有做出來 你你覺得 你覺得怎麼樣 這樣子會不會已經太虐了 哦 等一下 其實 往後啊 我們需要更強大的武器 因為我們必須要加速刷中界龍的速度 因為我們需要彈 嘿 有了 大家會看到 如果說你把中界龍打死之後呢 他會掉一個東西叫做中界龍之星 哦 不是不是啊 類似一個愛星 然後這個能量呢 是我們做終極裝備的 千分之一的材料 對 這什麼啊 好多箭頭哦 哦 NO 完了 那掉下來了沒啦 怎麼那麼轉那麼久 嗚QQ 嗚Q 他啦 龍心 這個龍心就是拿來做裝備用的 然後 呃 好多箭頭 你們應該也都知道 箭頭是 這不是箭頭耶 這不是我撿起來可以用的箭頭 他是 我在該怎麼形容 就是 诶他有掉8個 蛤 一隻就掉8個 一隻就掉8個哦 所以我夠欸 不是 我那個紫色根本就做不錯了 在那邊夠個屁 根本就不夠好嗎 對啊 完全不夠 那對對對 那再來 哎呦好痛 等一下 我不要回去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不要 不要 不要弄我 那我們再來要來挖這個中介鎮 這個中介的那個叫中介石 對 我們會需要弄到中介石 主要是因為 我們家裡的礦物呢 不是每一次都要點開電腦之後才可以那個叫什麼 點開電腦之後才會自動幫你合成東西嘛對不對 那個太麻煩了 所以呢 我額外裝了一個模組叫做自動合成桌 對 那可能各位想說 欸小白 你之前不是有玩過自動合成 他會自動幫你合成不是嗎 對 他有 可是 要 嗯 材料上極為複雜 所以我就裝了一個比較便宜一點的 可是他便宜一點的這個材料就是要用到中介石 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呢 這個方塊就需要用到中介石 我們才可以 我們就可以做 那 做這個幹嘛 我們往後如果有一 我們之後如果有一些像是鑽石啊那些啊 我們就基本上就不用再點電腦說要自動合成 他只要一偵測到 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鑽石的碎片 就會自動幫我們合成成鑽石 那我們就把這個龍蛋給 敲 下 來 你們不要再戳了 你們 呃 這兩隻怎麼 你們兩個互戳一下嘛 我的 等一下啦 喔 我根本沒辦法接近啊 怎麼辦啊 這兩個 這兩隻移動速度很快捏 這兩隻移動速度很快捏 你們會不會自己掉下去啊 推他 快點 把你 把你的朋友推下去 喔 可惡 我拿爆炸攻擊 射你們 不行他們完全不會痛啊 有啦好像蠻痛的 這是很麻煩 走開啦 你們兩個血量太厚了啦 他們很煩 他們就是很像蒼蠅一樣 他們攻擊力不會很高 但是就是麻煩 他們就是一直在旁邊 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 喔 煩死了 不要戳我 等一下啦 讓我 喔 敲 方塊 啊 龍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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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龍蛋 OK 我拿到了 我走了 你們兩個 你們幾個煩死了 好了 那麼就是這樣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午再見 掰 我們下午再見 再見